大家好我是熊蹦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是Monster Hunter Now 歲末狩獵年冬日記的相關活動 以及還有復刻的櫻火龍 以及還有黑角龍 還有這個雷狼龍機率提升之後 相關的一些輕弩槍妖甲微服的調整配置喔 那首先來講吧 櫻火龍是12月23到12月31日 那他會一定的機率出現在森林區域 黑角龍的部分是1月1號到1月8號 會出現在沙漠區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雷狼龍的活動啊 看來應該那個恩色有受到玩家們的反饋啦 那這一次他的這個大型狩獵點 他是連續性的 就是從12月23到1月8號 整個都會有這個雷狼龍機率大幅提升 第五隻的魔物 那因為其實像如果在頻率的時候 他的機率是變成正常的低機率 那活動期間內的話呢 則是直接連續加開 再來一個是魔物出現的頻率與密度有增加嘛 12月23到1月8號跟著雷狼龍的期間 那每天的下午1點到6點 所有區域魔物的那個出現機率會縮短 密度也會增加 那一般的情況下是3小時嘛 也許跟社群日一樣會變成1小時直接重置嘛 然後再來年末限定組合包 看看就好 我們這個直接快速跳過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以上的話呢是我們整個活動 接著來講的是我們陰火妖 還有雷狼龍妖的這個新的更新 那我們這邊是拿熊火龍弩來舉例 舊的配置啊是廢龍頭盔 浮控龍鎧甲 瘋飄龍玩甲 陰火妖以及還有吐殺龍護腿 因為陰火妖常駐他的這個效果 接近是3.75%的增傷 SP技能放的時候呢 你一樣是有機率是吃到25%的觸發效果 之前舊的配置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來看一下新的配置的話呢是頭盔直接是用蠻惡龍頭盔 直接增加火屬性攻擊強化Lv.2 鎧甲的部分呢依然是用浮控龍鎧甲 還有風飄龍護手 那腰甲的部分則是用雷狼龍腰 以及還有這個吐殺龍護腿 差異的話呢是差在頭盔跟腰甲的部分 那我們這樣子就會有常駐的這個 後駐力減輕跟裝填速度都是Lv.3 以及還有火屬性攻擊力強化 給大家當作參考 相關的配置主要是給G10以下火魯弩 玩家可以來做搭配的 如果你的火魯弩已經到G10以上的話呢 則會建議是用舊的櫻火腰 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啊 既然雷狼龍出現機率有增加嘛 加上時間的話呢 則會變成是短時間內是常態的 玩家們就可以努力的先去拚一下這個雷狼龍腰甲 或者是你想要拚其他的 相關的防具或武器也都可以 就恩色可能真的有聽玩家們的意見啦 當然希望是這樣子 那也期待之後其他的活動再來做更新 好那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我是翁蹦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